为了替上官海棠报仇 万三千带着湘西四鬼找到了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深知魅影神功的厉害 动起手来丝毫不敢大意 可即便如此 湘西四鬼凭借着多年的默契 以及魅影神功化解魅力的本事 还是压制住了铁胆神侯 联手抓住了铁胆神侯的四肢 铁胆神侯花费了好大力气 才从湘西四鬼的手中脱困 铁胆神侯使出西宫大法 直接将湘西四鬼吸到身前 开始吸取四人强大的内力 紧接着猛个一阵 将四人的躯体震得四分五裂 号称打不死的湘西四鬼 就这样憋屈地领了盒饭 而万三千也没有料到 铁胆神侯竟然会西宫大法这种邪派武功 还早已探知背影神功的奥妙 就等着今天的到来 闲不到神侯 也会对这种邪派武功 当年我非同此生 练不成金刚不害神功 但是 练了西宫大法更好 多少人练了一世的内力 是唯我所用 我查过你的武功 为什么记不得这么厉害 万三千曾调查过铁胆神侯 发现他当年不过是一个落魄皇子 自从天池归来后变武功大尽 可就算如此 他也不可能会是不败玩同古三通的对手 如今见到了西宫大法 万三千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当初古三通在太湖之派约战八大门派的高手 又请来刑部四大名古作为见证 可这些高手总共108人 全都在太湖之派死于非命 万三千推测出当年的恐怖真相 原来杀死八大派高手的真凶 竟然就是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之所以这样做 当然是为了古三通的未婚妻素星 可让铁胆神侯没有想到的是 素星会替古三通挡下伴长 导致铁胆神侯爆汗半生 铁胆神侯承认这件事是他所没 正所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用什么手段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白宝箱来 我竟然来臭骂你 白宝箱没在你 真知道 你们已经在这手里面 铁胆神侯的话音刚落 柳生蛋马手捧着白宝箱到来 这白宝箱中装着很多铜钱 每一枚铜钱都代表着一个人情 可以让不同的能人意识帮你做事 万三千前来护龙山庄前 偷偷将他埋在了上关海棠的墓旁 却不想铁胆神侯早有预料 派遣三十六天刚日夜监视万三千 在万三千走后便将白宝箱挖了出来 得到白宝箱后 万三千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惨遭铁胆神侯的杀害 更过分的是 铁胆神侯脑目万三千的背叛 竟要拿万三千的尸体去喂狗 柳生蛋马首健壮 转而询问该如何处置断天牙 铁胆神侯最为器重断天牙 一直将他当成了亲生儿子 因此他认为不到万不得已 一定不能伤害断天牙 他会找一个时间去见断天牙 好好地跟断天牙谈一谈 我知道了 哎呦 我已经不太喜欢人家叫我神侯 好在虎弄山庄 你要叫我皇上 是 皇上 我是皇上 八分两头 龟海一刀为了有能力替上官海棠报仇 开始苦练起绝情掌 可左臂练刀和右臂完全不同 导致龟海一刀很不适应 根本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的战力 城市飞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 认为绝情掌可能不适合左臂施展 其实有些话我想跟你讲 说吧 那天呢 我在天牢里面 我爹把武功传授给我 还将八大门派的武功都刻在了我的身上 基本上所有的武功我都学会了 就只有一种刀法 我从来都没有练过 为什么 因为那套残缺的刀法呢 我记得在八大高手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没有右手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